最近新西兰区一层新冠肺炎的人数不断的在上升 大家都跑到超市里面去囤食物了 像我每天要上班没有办法 早上去买食物 然后下了班之后基本上超市就开始大排长龙了 所以说呢趁这个周六天的比较好 去这个奥克兰附近的小镇Huntley 看一看他们那边超市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抵达目的地Huntley Let's go shopping 虽然没有反对的现象 但就小镇来说这个停车辆也是比以往多了 咱们推个车出发吧 刚到超市门口就要贴纸张纸 提醒大家疫情期间限购两件 厕纸摆门口 水果蔬菜矿军水也管购 诶倒是这酒驾空了一层 知道酒对新西兰人的重要性了吧 比起中国人爱吃的大米啊 老外更喜欢囤面粉 意大利面麦片 你瞧这货架 赶去今儿来晚了 呃这这糖也卖得忒快点了吧 怎么着 大家是把糖当米吃了呀 拿点泡面吧 嗯呃这能选的口味也不多了 请欣赏空空如也的冷冻柜 洗手液消毒液咱们有缘再见吧 面包也还有一些 零零星星的散落在货架上 可说实话 今天光这一次超市 我感觉大家都挺理性的 拿的差不多也就一周的食物量 大量同货的情况还真没看到 而这一车呢 就是我今天的战利品啦 晚安 摆等下来